特步天天向上 现在继续 欢迎收看中国美女地理系列节目 东北三省 阿雄剧祖国版图的记录之处 坐拥中国最大平原 水绕山船 卧野千里 不负盛名天下粮仓 白山黑水更是孕育了中国工业之掌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是东北的色彩 炕头柴火 炖菜飘香 是东北的温度 高炕苍远的关东风 唱出了东北女人的个性张扬 天以微凉 天天向上东北美女地理 温暖成上 大姑娘 大姑娘美的那个大姑娘啦 大姑娘走进了青沙岛 这片的包米海姐孙儿 飞风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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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怎么把我放 扬牙狂 你说你那啥呀 真正把我起 rise 飞风行车 又将行车 药迪文行车 如今 purple colin 崇 lä ob 挡阳 他怎么把我起进利 这啥 让我们岗中有醒 万千少女都喜欢的天天兄弟 欢迎各位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特步 天天笑声 欢迎大家 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 咋个人 不是 你这说话你得注意点 你的观众朋友以为你这是看那个辽宁台 辽宁卫视的吗 对 我们是湖南卫视 中国的地图就像一只熊鸡 熊鸡 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位于熊鸡之首 东三省 黑龙江 麒麟 辽宁 说到东北 你想起什么 小巨顿蘑菇 小巨顿蘑菇 我都知道有的时候 那个什么果什么泡 果什么泡 果包肉 对 果包肉 好歹韩国跟东北蛮近的 大家知道东北有二三宝 哪三宝 人生二雕皮 乌拉草 人家都说东北有四宝 有哪四宝呢 人生雕皮 乌拉草 还有东北美女少不了 对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来自东北的一位女神级的人物 她的影视作品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 我们掌声有请东北女神宋家 denomin一位忠示娱 他都是为了 都应该让我分居 我就向前一位女神装 大二宝 南大八 circumstance 我们来当天都硬中国�顺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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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女神来 我们才会放这个喷冰 对啊 谁来都放吧 没有没有 我们首先请宋佳 跟大家打个招呼 因为现场有很多您的影迷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能够来到天天向上 然后也特别期待这一期 因为终于到了我们 大东北女孩了 是吧 大东北的都在哪呢 有东北姑娘吗 现场 必须有 必须有 有 我们刚才说 有没有东北姑娘 好多小伙子都举手了 东北姑娘 宋佳我们这个第一次 看到她的演出是 一个电影好奇 害死猫 里面就有我们 湖南的一位影帝 之前上过我们的节目 廖凡 但我听说 她在你们节目里可端着呢 对啊 其实她在生活当中 她生活中是一个神经病 她原来是个蛇精病 大家都知道 我现在在湖南录一档节目 叫做一年级 对 我给小朋友当老师 当时廖凡听说之后 就说我教你几句湖南话 说小朋友不听你话了 你就跟他说 摩续包 什么东西 听懂了吗 听懂了 什么书包 我听懂了 没细胞是吧 没细胞 摩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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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这个是长沙话 叫做 摩续包了 摩续包了 对 好好好 还有一句 还有一句 她说 小朋友 你再累的时候 你特别累的时候 你就要说 聊得要死 聊得要死 我的天哪 聊得要死 聊得 这完全就不是一句话 她还告诉我 说 你自己要撑不下去的时候 自己跟自己要说 保德满来得烦 保德满来得烦 还有 还有 你再来 你再来 还有 还说 还有 对 实在不行 小朋友不听你的时候 你就在楼道里喊一嗓子 喊什么 说吧 说吧 就喊 说 点灸 小脖子点灸 点灸 点灸 小脖子点灸 咬回一嗓子 宣谢一下 宋佳是一个产量特别高的 一个影视演员 前段时间有一个片子 非常非常火 我是很少去追剧看的 我也不会上网吧 对对 我专门找朋友买的那套蝶 哪个片子 就是跟张嘉一一起演的悬崖 那片子 蝶战片非常非常地好 我也追过她的片子 以前有个叫闯关东 里面有朱传文 朱传舞 朱传雄 这是仙儿 中间的女神 女神 但是好像你 塑造大量的都是东北的 对 还有一个作品就是萧红 特别巧 就是三个女性角色 都是东北 而且都是我们 东北女性中的骄傲 你知道为什么 没有让你演湖南女性吗 因为我湖南话不过关系 没关系 我们说黑极寥 您具体是 我是浓江哈尔滨的 哈尔滨 哈尔滨好冷啊 零下三四十栋没问题 哎呦 东北人是不是不怕冷 谁告诉你东北人不怕 我跟你讲啊 哎 这里有一个我师弟是吧 对 师姐 对 上戏了 贵的 师姐好 贵的 我当年在学校有个特别著名的段子 就是有一个东北女孩穿一军大衣 戴着口罩 围巾帽子 手里拿一包子 在学校校园里溜着 那就是我 因为上海的宿舍里面比外面还冷 对 就是很湿冷 长沙也是这样吧 南方啊 房间里面是没有配暖气 对 所以北方人一回家 基本上就是短 就说了 对 但是就南方是 到家里还得穿上军大衣 出去吧军大衣 出去吧 出去吧 这些脑子不开 你知道 我觉得东北人身上有一点 特别好玩的一个就是 挺有魅力的一个地方 就是来源于那个地方特别冷 极致冷的地方 往往有特别极致的热情 哎呦 这种反差特别有魅力 好多女孩都这样的 是是是 东北姑娘啊 都有一股火热的情感 对 哈尔滨的女生 她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性格特点 我先说长相吧 那不用说漂亮 漂亮 大长腿长得俊 不 觉得事情漂亮吗 当然漂亮了 个头还行吗 当然行 但是我这个头长相 任哈尔滨 基本你看不见我 不可能 真的 任哈尔滨 因为师姐都穿着大面奥 戴着大手套 戴着大包子 戴哈尔滨 对 东北姑娘好看 好看 个子高 然后漂亮 漂亮 东北女孩的个性 我觉得特别的爽快 特别直接 直接 还有一点 我觉得她跟其他地域 不同的一点特质 就是东北女孩都好哄 哎呦 交过东北女朋友吗 没有啊 没有啊 没交过女朋友 这边有吗 她都交过女朋友 但我去东北的时候 都看不到脸啊 满街的腿 因为她的高度 满街的腿 推推推推 她的高度就只能看到腿 她只能仰望 对 那东北女孩 为什么好哄呢 就是东北姑娘都比较大气 男朋友吵架了 然后可能不高兴了 随便男朋友给她个笑脸 她一会儿就好了 哪啊 东北女孩吵架 都说 你干嘛呢 干嘛呢 找我回家嚣你啊 你吵啥 吵啥吵 是吧 东北女孩 对 但是她那个脾气 就是像天气一样 那个气候 冷的时候特冷 热的时候特热 爱正分明 爱就是爱 恨就是恨 东北姑娘买东西 会跟别人砍价还价吗 那必须呢 等一下是这样的 撒海男人啊 他们是最会 守住自己价格的 真的呀 你演一个上海小贩 师姐呢 就是多美人 砍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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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砍人就行 那不一定 来 那保不齐 保不齐 多少钱一斤呢 你卖什么呀 我卖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上海多少钱一斤 大姐 你这样吧 师姐一杀了 就是 我卖包子 对 卖包子 热闹热乎的包子 别招呼了 人都来了 包子怎么卖啊 撒海花 包子 撒海花 啥包子那么贵啊 我这个包子 跟别人的包子不一样 我这个包子里面 没有肉 那是馒头 这个就贵啊 十块钱一个 对 太贵了 太贵了吗 十块钱十个 都给我了 十块钱十个 好啊 可以吧 姑姑奶奶 不行 这样吧 这样吧 九块九一个 我数学不好 你便宜点 别带零头 一说这九 我马上就晕了 十块钱十个就这样了 行不行 给句通话话 不行我走 上海男人很明显的 苏拉 还真是这样 给你 东北姑娘还真是这样 不愿意跟你啰嗦 直接了当 但是遇到台湾卖东西的 她就不行了 你来一个 你也卖包子 卖包子 台湾难道 来哦来哦 好吃的包子呢 来哦来哦 小姐 你长得很漂亮 来来来 跟我买一下包子 多少钱啊 你那么漂亮 不用钱啊 那拿走了啊 哎 我还没讲完呢 这 怎么办啊 抢劫了 抢劫了 喂 抢劫了 你看 东北姑娘多实惠 人家就拿走 多少钱 不是卖包子吗 怎么满度满度 五万 你说什么 胡说八道什么 什么 没有啊 听不懂 没有 五百万五百万 五块钱啊 五百万 五百万 五百万一个包子啊 韩币 韩币很便宜 韩币五百万 我给你 啊啊什么 撒暗撒 她再尝一尝 她再尝一下 不尝不尝 我听不懂 我听不懂 撒暗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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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暗撒了 白语给我去吗 给你给你 拿钱啊 哦 哦 抢钱 说到中文了 哈哈哈哈 好冷啊 自己过路了 你看那边五百万 还是我十块钱的包子核算 还是长沙卖包子的最好 哎呦 长沙卖包子 来来来 长沙卖一个 长沙卖一个 买包子来 来个抢包 站得满好了 满好了 没赌 买包子不了 不买 哈哈哈哈 直接不买 直接不买 因为前面 前面 前面买过了 对 买够了 家里已经买了几十个包 对 买够了 那东北女孩她会撒娇吗 也会吧 会吗 怎么撒娇啊 东北女孩撒娇啊 就是对方男生身体要好 我明白了 要喝 你干啥呀 这是撒娇啊 折了 东北女孩真的是会撒娇吗 当然了 女生 那谁不会撒娇啊 那你跟我撒个娇 可以 来 好 撒娇前我先给你讲个段子 讲什么段子 晚上已经说了东北人 老公要是不给老婆钱花 就算家暴 对 这事儿你知道吗 我知道 真的 对对对 报纸上都有 报纸上的灯 这是真的 我告诉你啦 不怕你来花 怕你花不完 哎呦 哇 你一个卖包纸的 你这么大地啊 你那个包纸里面都 都是金子 都是金子 没有豆啊 来了 别那么紧张 我又不打你 对对 你干嘛呀 还不打 说了吧 生了一只儿子 如果我们去哈尔滨 我们要夸一个男孩 特别帅的话 怎么夸 特别帅 真帅 贼拉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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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 东北语言有一个 特别逗的地方 就是它特别重 你比如说说颜色 说红 东北说痛红痛红的 我们湖南也是想 疼狠的 说黑 雀黑雀黑的 说蓝 瓦蓝瓦蓝的 我们纸 我们纸 没蓝 有蓝吗 蓝 蓝 继续 说白 白了 霎白霎白的 说黄 甘黄的 焦黄焦黄焦黄的 说紫 紫 雀子雀子 雀子雀子 说粉 粉都露的 都还没有这个啊 说女孩 女孩漂亮的 就是贼拉美啊 贼拉美 贼拉帅 反正你就用贼拉 贼拉 这个那个长得贼老了 贼拉老 贼拉老 贼老 都说女大 十八变 你是从小就好看 还是越长越好看 我小时候我们老师说 说那个宋家就是 可奈的盘冰箱 啥意思 就可奈可奈 人见人爱 哎呦 有图有真相 不太这么大 哇 哇 哎真的都没变 哎 哇 哇 好漂亮 哎你小时候跟我一样黑 贼拉好看的 是你们屏幕太黑了好了 哇 哎贼拉好看 好可爱啊 你看你那个头帘都是自己剪的 还臭美的 你可以摆一个同样的姿势 看一下吗 拜托 拜托 哎 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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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样的当交警 那还不撞车才 别撞车才 都看他 最近宋家是挺有突破的 上了一档真人秀的节目 就是我们台 一念研究一 你是当生活老师 对 你觉得参加真人秀的节目 什么感觉 参加了一档真人秀 对我改变特别特别大 真的 之前很多人质疑我 像黄磊啊 张嘉义啊 都说宋家干不了两天 肯定跑了 对 然后我把这档节目 坚持下来了 我就觉得在过程当中 我真的第一次面对我自己 你其实不是喜欢这个节目 只是跟他们俩较劲 对 你说两期就跑 偏不跑 偏不跑 你知道我开始一个 去节目之前 我就跟他们说 我不喜欢孩子 我见着小孩我都躲 一个孩子还好 对 一个班的孩子 一圈孩子 全都闹 对 您负责什么主要 生活老师主要就是 吃喝拉撒 男孩我要给他洗澡 上厕所大便 擦屁屁 穿衣服 喂饭 吃药 然后睡觉 哄 你就是要 真的要负责给孩子们 打理这一切 对啊 我来之前 我以为就好玩嘛 然后就说 就是 他装装女神之类的 结果到了这 我后面 不好使 在孩子面前 我已经无数次 慌神了 天哪 这个孩子刚擦完屁屁 那个孩子又尿了 是的 而且你知道家长 学校老师 对我要求都很高 他们就把我当成 一个实习生活老师 来要求 对 我第一周的时候 我每天睡四个小时 我天天晚上都哭 我说我是第一个 被真人秀逼疯的人 那没有 我们拍很多节目 都是野外生存节目 对 你会打扮那些女孩 会啊 自己就是 对 对 因为生活中 我就永远是 出于丸子头 女神都是录额头的 好漂亮 对 女孩子你都跟他们 扎成丸子头吗 对 长头发 我都是 我什么发型 他们什么发型 短头发呢 她就 葫芦葫芦的就上 葫芦 做席时间是怎么样的 跟孩子们一样 我可能比她要晚很多 因为小朋友刚开始到学校来 他们不睡觉 尤其是男孩 我知道男孩小时候真可怕 调皮 太调皮了 就是每一个都精力旺盛的 就是我头都炸了 你知道我有一天累得要死 我跟他们说 我说 我好累的 我搞不过你们 让我休息一下 好不喽 我太累了 我要死了 湖南话都出来 好不喽 好不喽 小朋友说 你还没死呢 还没死 好 我给气了 死一个给你看看 那你怎么跟他们洗澡呢 好不好意思 但是没办法 对 站好了 学龙头 16个来回思 我第一天的时候 确实一屋子男孩 我当时都已经 就是头发都炸了 我怎么弄 每个都光光的 你知道我特别不好意思 光光 对 但我还得演 因为我是老师 他们说 小哈老师呢 我来 我玩沐浴路 自己错 自己错 第一关是这么过去的 但是小哈老师 也是有进步跟成长 后来呢 后来我就编了一首洗澡歌 给他 还有唱歌 对 怎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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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就哼凉了 老师 老师 我们来洗澡 老师 老师 他都脱光了 沐浴路自己错 好 沐浴路自己错 不是唱歌吗 唱歌 唱歌 对 沐浴路和香香枣 今天用那个好 毛巾衣服要拿好 水纹刚刚好 零零水来搓泡泡 今天真是美妙 从上到下要寄老 我爱洗澡 老师 我洗完了 老师给搓搓背 勾不着 老师 老师 你唱太快了 我泡泡洗不完 洗不完 经历过这一段之后 你会从不喜欢孩子 变成喜欢孩子吗 会 我现在就经常在节目里 跟我们班有一个小朋友 跟我特别特别亲 我第一天见到他 我们俩就是 一下就特别有缘分 男生女生 男生 他是我男神 真的 我经常在那时候 我说 老师帮你走 好不咯 跟我去北京 不行不行 小孩老师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更重要的事情 湖南的小学生 多大气 他很成熟 对对对 和孩子们相处了 将近一个月的小花老师 在心目中是什么样子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特步天天向上 现在继续 和孩子们相处了 将近一个月的小花老师 在心目中是什么样子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很温柔 他不骂人 温柔 温柔 一点都不休 好漂亮 很好 因为他整得很漂亮 因为小花老师 细心 我还要救他 傻的朋友 起床了 吃饭 吃点心 他拿关键心的 也给他抱抱 这不是他发的 是 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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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花老师 我们会乖的 加油 小花老师 我爱你 我爱你 加油 加油 我爱你 加油 花的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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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花老师 我爱她 你是我的 小眼小花老师 我爱你 我爱你 都不嫌疼 我都想想论了 我的心动 你像我神秘的花 太可爱了 孩子们永远都是最可爱的 孩子是不会说假话的 他们老说实话特别打击我 比如他说累 我还没累死呢 但是你跟他一点一点接触之后 你发现你们的情感是一点一点建立累积的 他们突然就会给我一些力量 刚才那个就是叫我花大宝 马浩轩 我有一天跟他说 我说你今天做好 老师奖励你个小东西 他晚上找我 他说小花老师 我做好了 你奖励我那个东西 我说那你是想做好呢 还是想要这个礼品 才这么表现的呢 他说 我是想让小花老师高兴 哇 太贴心了 这些男人那些家伙 要不是你男神嘛 对啊 我就一下就 哎 你说如果是一个高高大大帅帅气气的男孩子 也用这样的方式来对你的话 哦 那我死定了 绝对被他拿下 几岁的小朋友 六岁 长大不得了啊 韩哥我就是想让你高兴 韩哥我就想让你生气 你们这帮豪崽子 其实有可能做完这个节目之后 你对孩子们的不舍 有可能会高于孩子们对你的不舍 我估计那天离开的时候 我肯定哭成鬼了 绝对稀里哗啦 对绝对 然后小朋友说老师 你怎么还不是鬼呢 他说小朋友老师 你怎么还不走呢 中多的美女特别多 在东北绝对是个窝 包括我们之前请到的李冰冰 李冰冰 娜杰 江培里 冠岳 接下来让我们再看看东北 三省其他各地的美女代表 每个人都这么 每个人比较彻底 身高 腿长 皮肤比较好 他们都很帅真 很坦白 很直接很简单 广报 叫豪爽 帅真 长得也比较专正 遇到事的时候 先不怕 先不怕 还特别忠诺 最特别的 自由 至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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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北话讲就是胡吵吵了 跟我差不多个性比较直 然后典型的刀子嘴动心 柔呢 当然是柔啦 肩呢 很对谁啦 很简单 直线明了的 做事做人 臭矫情 我们东北新娘 应该都会喜欢 比黑土更丰厚淳苦的 比白云更纯洁照应的 幽默媲美照本山 潇洒这对油液寒羹 顾佳攀比 童大围霸气不出孙洪雷的春夜吗 东边有非常美丽的 雪景 很冷 好冷 贼冷 四季分明 夏季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严格 一大五国 富饶辽阔 当地的人也是 称呼善良 豪情和仗义 千万不能丑都美人 你吵我干啥 你吵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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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吵啥 你吵啥 对 严吻 爱咋咋餅 我吵呀 严重 第一次吻就像瘠狗 在你身上的手 在你身上的手 在我身上的魔法 在我身上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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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东北姑娘 李克雅 本来特别想说点家乡话 然后就一紧张 就是把母语全都忘了 反正来沈阳找我 可以解决这个 好 大家好 我叫张子光 来自琵琶之乡 吉林省辽园市 毕业于中央乐学民乐系 说到我们吉林省 长春的森林浴场静乐坛 特别的著名 欢迎有事没事的去洗个肺 在这我就不多叨叨了 我可想说了 但我说不完 完了 不说了啊 就还有最后一点 就微博 按我一下说 看过天天向上 我请你们吃猪肉炖粉条 好吧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侯明轩 现在是中国传媒大学 波音语主持艺术专业的学生 我家在东北黑龙江的油画之都大庆 我们家那个阿德呀 有连海苍茫的大兴安岭 金河湖 五大连池 我们都给那八大景老美了 这是一个地方 大家好 我是刘美玲 是中国传媒大学波音本科的一名大一的学生 我来自美丽的冰城哈尔滨 它有东方小巴黎的美誉 哈尔滨的冬天嘎嘎了 所以当你走在哈尔滨的马路上 看到了倒牙子一定要小心 因为很容易磕吐鲁皮了 这玻璃盖磕吐鲁皮 那得老憋屈了 所以希望大家都来哈尔滨做客 谢谢大家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马晓琳 我是朝鲜族 我来自美丽的长白山脚下沿边 长白山是东北第一山 你们可以多过来观光旅游 沿着人民欢迎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你看一帅的东北姑娘 我这说吧 全是腿 大长腿 对 你评价一下她们刚才那些表现 菲尔不行 菲尔得重新来一下 菲尔重新来一下 大东北辽宁的姑娘 你那东北话不行啊 偶像报复太重了 那说啥呢 放掉 干啥都放掉了 说啥 你把那最后那一句再说一下 过来沈阳找菲姐 菲姐照你们 好 这 这就撒 菲姐好厉害 菲姐市长灯 照你们 其他几位咋样 对啊 一出场都很撒 就这位姑娘一上来 我们就在后头嘟嘟了 别说了 还怎么啥啊 人家东北姑娘爱唠嗷而已 她自己在台上也说 我不多说了啊 接下来说了20分钟 还是一人传 我们接下来一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嘞 介绍一下菲尔其他几个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菲尔是哪里人 沈阳 沈阳哪个区域的 铁西的 那我是铁 他是铁大拦的 我是铁大拦的 对 沈阳人跟大家见面怎么打招 哎干啥呢 干啥呢 干啥呢 然后那人怎么回 我自己说大笑 那人怎么回呢 说你干啥呢 没干啥呀 没干啥你干啥呀 我啥也不干呀 你到底想干啥呀 不 你想干啥呀 我啥也不想干 你想干啥你赶紧说 别废话 你想干啥你到底想干啥 你就啥也不干 那不行 笨废话 萧娘 一般熟的呢 吃了没呀 吃了吗 不是很熟的呢 等一下 不是很熟打什么招呼 就 有一点热情嘛 有一点热情 那男朋友呢 真的男朋友 就是如果是跟男朋友打招呼 直接拥抱了嘛 就跟男朋友打招呼 也是干啥呢 干啥呢 干啥呢 情绪不一样 萧儿是一个特别可爱的 这个姑娘 在华尔语少年当中 以迷糊著称 号称缺盖小公主 对 缺盖是什么意思 那个片子里头 她要不就是摔一跤 要不就是撞树上 刚才我注意了一下 她最后一个出来 都快出来了 啪汤 也快摔了 对 上来的时候高跟鞋 都是这样的 对 什么情况 缺盖少年 想点我不太发达 就是从小就摔针头 你跟那个花花两个人 还得牵着你的裤腰带 但是她丢了 我去找她 然后就一起丢了 算了吧 你连护照什么都丢了 你以为我不记得吧 你所有的东西丢了以后 你说了一句特别可爱的话 妈妈说了 不要带太多东西出门的 你发现没有 东北人一般是 平翘蛇 就是呲呲说的 对 这个花音 你是说大得斗吗 大得斗 刚到北京会不会闹这个笑话 会 其实现在也是 拍拍戏就 就说秃鲁了 就说秃鲁了 绕口就像什么 咦 何必呢 何必呢 大家都想吗 何必呢 来 五妹 你先来 来一个 来一个 这事儿 前头四句 山前有四十四颗 是 色 色 是子树 山后有四十四只石狮子 山前的四十四颗 四十四 四四 四四 那边谁笑的最厉害谁来 小花老师笑的最厉害 小花老师笑的最厉害 色死了 死了 山后的四十四只 石狮子 山后的四十四只 石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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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派高手来 小花老师 但是你们那儿辽宁姑娘说这个确实是难了 是不是 是不是 特别过分 他们辽宁话就是 保质 私媚 施媚 施媚 用你的老家的话 那你肯定没问题 沈阳啊 你应该是这样 山前有四十四颗 石狮子树干啥呢 山前有四十四颗 石狮子树 山后有四十四颗 石狮子 山后的四十四颗 石狮子 石狮子 我不行了 二宾的来 山前有四十四颗 石狮子树 山后有四十四个 石狮子 山前的四十四颗 石狮子树 山后的四十四只 石狮子 山后的四十四只 石狮子 咬死了山前的四十四颗 色色的树 不知是山前的四十四颗 色色的树 咬死了山后的四十四只 石狮子 还是山后的四十四 石狮子 咬死了山前的四十四颗 色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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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狼啊 其实我要告诉大家 你要用东北画念 你应该加一些 东北画里头 一些特有的词 词 中间就可以隔断一下 凡哥来一个 山前有那啥 四十四颗 那啥 色狮子树 那边进那家 山后呢 那有啥呢 有四十四颗十四只 对吧 干啥呢 你说这十四只干啥呢 你就是照本身 绕口里面 就能反应一下 上海话念一下 上海话我刚刚试了一下 特别难 来预备 起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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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秋山后有四十四架酒塞啊 山前的四十四枕 山山啊酒 山啊酒 不是山啊 山啊酒 山啊酒 山四了山后的四十四架酒塞啊 等一下 我怎么感觉像 里面全都是洗脚 洗什么死吧 我怎么感觉像听评书一样 太难念了 如果说我们现在啊 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真的要到沈阳去找菲姐 我们应该怎么玩 菲儿 我想给大家介绍几个地方 就首先一个地方 大帅府 大帅府 张学良跟赵四小姐那段 哦 大帅府 张学良 对 张学友 还有呢 太原街 太原街 太原街下面有个地下通道 就是地下逛街的地方 因为是穷有嘛 那你可以买所有东西 吃的看的玩的 用的随便 你能想到 便宜 对 而且可以砍价 金石滩是在大连 大连 因为现在很流行韩剧嘛 对对对 韩语说得好 我说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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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讲的都不标准啊 怎么没有像韩剧里面 哎呀 我没学啊 对啊 我说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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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能标准的 韩国男演员说话的都嘴巴 我说韩语 我说韩语 哇 你好厉害哦 然后你得回来啊 哎呀 朱雷 我说韩语 韩语 这我有办法 比如说我转头过去 哎 卡呢 哎 别人是吓傻了 Odinese被吓瞎了 东北人他表达的情绪是 确实就是这样 你不懂他的温柔 网上有个段子说 这个东北男人和这个 南方男人 对待女朋友摔跤的事情 处理的方式不一样 摔跤了 南方男人 哎呦 宝贝 没事不来 拍拍来 乖 上我这儿来 东北男人就说 你是不是眼睛瞎呀 整天还老摔呢 就是这样的 你说的是非解吗 所以你永远不懂他的威绕 真是这样吗 差不多 南方男人是 看到女朋友摔 哎呀 宝贝 你怎么摔地上来了 快些快些 哎呀 地坏坏地坏坏 快打打 快快 北男人真的 他那种情绪是不一样的 对 他其实特别的温柔 温柔的方式不一样 你看你在节目里面也说了 就是空窗很久了 哎呦 对 对 聊一下这事啊 头顶你问一下 你那个专业问题 老婆是节目叫我问 请问你现在有男朋友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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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步天天向上 现在继续 你看你在节目里面也说了 就是空窗很久了 哎呦 哎 哎 聊一下这事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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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到了 或者你选择男朋友 其实我在心里面就是喜欢这个人已经喜欢很久了 年龄跟身高对我来讲全部都不是问题 大也好小也好 身高什么的 也不重要 因为一个人的 哎 谢谢你 男生的身高是在里面不是外形 对 在里面的 对 有的人 心一点都 哎 不是在这个里头 哈哈哈 在心里 特别有想法 所以在你们几个当中就是对就是喜欢他很久 韩哥 内汗很稳型的 没错 向我学习 向我努力 我觉得这样的在在这样的男人身边会很有安全感 我觉得他是可以带我看到全世界的 可能我不用走遍全世界 而且韩哥你知道吗 啊 说喜欢你比较不会有危险 哈哈哈哈哈哈 所有人都是这样的 这是不二的选择 没有 不二的选择 我们特别希望飞儿将来也能够遇到特别温柔的一个对他非常好的男孩子 是的 特别希望飞儿的事业能够一步一步走得更好好不好 好的 谢谢飞儿休息一下 谢谢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第二位啊 来自黑龙江 哈尔滨的 嗯 楼道王妃刘美玲 对 哦 这是你的师妹 哎呦师妹 哦师哥好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 卡特密达 哈哈哈 斯米达 因为他在楼道里面演绎这个王妃的因为爱情 而一下子就走红了 就是他啊 就是他 哇他唱歌好好听耶 那个男的是谁 那个男的是个男的 哦 啊 我们看不出来是吧 对 他曾经就是我们天天向上约约过他几次 嗯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都没有来 什么原因啊 是耍大牌 不是 哎 不要这样讲人家 怎么呢 你这么假呀 我特别特别喜欢看天天向上的节目 有时间就会看 我真的很想来 我记得那个机会我真的很激动 但是我当时是高三 哦 高三 在马上考大学嘛 然后就 学业为重 对 一直很想考中国传辈大学 你可以复读一年嘛 先过来 然后复读一年嘛 对我不能走你的老路嘛 然后 你怎么知道 学校都传开了吧 我是复读了两年 你是复读机嘛 谭哥 那既然人都好不愿意来了 要还原一下 去楼梯间快 我们给你制造一个楼梯间 对 特紧张 预备 起 在一张过去的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 我还在爱着你 真难听啊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 听到都挥挥着你 我虽然会经常忘了 我依然爱着你 因为爱情 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 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 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 在哪里 在哪里 依然还有你 在哪里拥抱 拥挥着我 是你要分开 分开就分开 嘿 上上上上上来 让我重来 爱情不许你 想来 想来就能买 对 他才让我放开 但求你就爱 留下来 留下来 所以还这种大歌 比较适合我 没错 这小姑娘唱的时候 我就觉得是天籁 然后田园一加进来 二人转 特别想问一下 这美玲 我们说到二人转 是不是东北的标志 对 大家都能来吗 不是大家都能来 但是我能来 你能来 隔一下美玲来一下 来来来来 二人转嘛 是 二人转 两个人转嘛 你想跟谁转 给田园哥一个机会 给田园哥一个 对 二人转我可是瞧瞧 瞧瞧瞧 不太会啊 你带着我 来 预备 走 动刺大刺的 肚子大刺 来 肚子大刺 来 肚子大刺 来 预备 来 预备 苍茫的天涯 是我的爱 你别唱 有肚子大刺就行吧 动刺大刺 好 有动刺大刺 来 预备 来 预备 肚子大刺的天涯 来 预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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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幽幽幽幽幽的出来了 哎呀 不错 他们俩有点像那种妇女逛星城 是 特别的可爱 花 你会吗 飞姐会吗 没关系 不会学一学 回答的好 肯定 果然 果然 果然不大理 果然不会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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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来教你吧 这韩哥会 对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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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恭喜恭喜 出嫁了 出嫁了 这个我行 这一盖定情了 人家都是 人家就是揭开红头上 来来来 我给她盖上的 我给她盖上的 制止制止送完城 我估计非要把自己推出去了 来 找一个 秀着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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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秀着你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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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 来自油田的儿女 黑龙江大庆的 大庆 哎 小猴儿 你是从小就生活在大庆吗 对 我生在大庆 长在大庆 大庆是我们第一大油田 哎 世界的十大油田之一 十大油田 你看 哇帅 多美啊 哇 你们打小就都看见这个吗 对 但凡上了学校 家里 哪哪都是这晚上 全都是这 那你干啥 你现在在哪路数 我现在在中国传媒大学 也是中国传媒大学 学博音主持人 你有没有想过到湖南电视台来实习什么的 工作 特别想来 真的假的 没有来是吗 对对对 橄榄枝 橄榄枝 你知道吗 他不光是主持人 还是这个节目的 制片人 师父收下徒儿吧 师父 师父 快念经了 学波音主持的 口齿特别的伶俐 没错 来一个满汉全席爆个菜苗 哎呦 爆菜苗可以 这个厉害了 这个厉害了 好 你知道这个厉害不是说念得快 念得顺 厉害是念到大家都饿 来 姑娘 喂 你这样大家真的会饿 蒸羊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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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道新菜 开门红啊 蒸羊昭 蒸羊昭 蒸熊掌 蒸鹿尾尔沙花鸭 烧出鸡烧鸭 卤猪鸭鸭 酱鸡腊肉 松花小肚鸭肉 香肠十锦酥鸭 熏鸡百肚 清蒸八宝粥 姜米酿鸭子 罐也鸡鸡鸡 犯蚢鸡鸡鸡鸡 山姬野吐槽 蔡网鸡鸡 清蒸哈石马 烏牙丝 烏牙腰 烏牙条 清蒸半鸭鸡 黄心卷门白纱门黄奂 豆豉鲤鸢鱼 烏牙鸡鱼 烏拉甲鱼 干啥呀 酷儿奥 我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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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过封哥念 封哥念这个是太绝了 前锋是一绝 念得清楚 速度很快 封哥 昆哥 交给你了 当着你师姐的面 跟师姐鞠个宫 来 预备 我请您吃 看 真羊糕 真熊掌 真鹿眼 烧花鸭 烧厨鸡 烧鸡 烧子鹅 卢猪 卢鸭 酱鸡 辣肉 松花小肚 亮日香肠 蛇尽醋盆 熏鸡 白肚 清蒸八宝猪 姜米 酿鸭子 挂耳野鸡 挂耳鸡 鲁蛇尽 鲁子鹅 山鸡兔腐 菜盲银银 清蒸八宝麻 吃到这儿您就吃不下了吧 哎呦 好厉害啊 真是不下了 很棒啊 师姐 师姐一定得来 师姐一定是最厉害的 来 师姐 对 师姐 喜欢看你上来嘛 对啊 喜欢看你 我请您吃 你们是这么起范吗 起范儿 我请您吃 今天前没带 就完了 就完了 我请您吃 蒸羊糕 蒸熊掌 蒸鹿尾 烧花鸭 烧厨鸡 烧鸡 烧子鹅 卤猪 卤鸭 酱鸡 腊肉 松花小肚 香肠 石井 酥盘 薰鸡 白肚 清蒸八宝猪 姜阳 鸣鸭鸭 还有什么呀 锅包肉 这什么呀 锅包肉 锅包肉 哪有锅包肉 猪肉炖粉条子 你师姐就应该 我请您吃 这是菜单 您随便点 随便点 哪那么多菜啊 我请您吃 乱炖 好人 乱炖啥都咬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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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 紫光 紫光是中英的笑话 是 辽原人物 紫光 紫光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是弹琵琶的 我弹了20年 对 对 是你 你又20转了 你现在为啥就不弹琵琶了呢 我也没扔 你扔的干啥 浪费 浪费里面有你说 哪个对嘚瑟 就是哪个是我 就那个 那个对嘚瑟 当时就是参加 那个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又何 对 那会上学 北京奥运会有琵琶这项比赛吗 没有啊 不是 这个奥运宝贝 开幕式 对 当时是百元琵琶 就不太显眼 所以就没给大家展示 我们看那个 卓振汉的工作 就介绍在东北 对 怎么做那个 酸菜 酸菜 哇 真酸爽 是不是 酸菜炖白肉啊 然后酸菜饺子啊 酸菜血肠啥的 酸菜面条啊 酸菜老坛 我们来教教大家怎么做好不好 因为我奶经常在家煎 所以流星花园是在东北拍的吧 为什么 酸菜 原来是闪菜 这个白菜最好是买了之后 放三天 就蔫了 它就不容易腐烂 在腌之前呢 盐啊 然后 拿石头啊 拿石头干啥呢 砸它 太多盐成那个咸酸菜了 一捧 放进老坛里 把它弄得均匀一点啊 糊了瓶了 为了给它腌好 我们就中间给它来一刀 让它入味 来一刀 啊 刀下留人 刀下留白 刀下留菜 酸菜 一定要是控干的白菜 控干的 对 放了一层白菜 涂一层盐 看我抹均匀 千万别放太多 就是给它做个按摩呗 然后把它使劲压在酸菜上 为啥呢 就是因为怕它飘起来之后容易烂 哦 赶紧压上吧 压上 使劲压 使劲压 把它的水分压出来 哦 然后最后就封钢 这要封多长时间呢 一个月开钢 开钢 它就知道 开钢 一个月开钢 就酸 吓我一跳 他说一个月开钢 你说这 然后得找小花老师 有兴趣的朋友回家可以试一试 我去过北方啊 北方人很多那个菜的那种教法 跟咱们都不一样 比如说这个 我们叫黄牙白 我们叫大白菜 大白菜吗 大白菜 我们叫配醋 这个我们叫小白菜 或者是叫上海青 我们叫青菜 我们叫青江菜 这个我们叫包菜 两杯醋 这个纯正的东北话叫嘎的白 我们叫卷心菜 我们叫高丽菜 我们叫阳北醋 我们叫高丽菜 我们那边叫的很简单 青菜 这个我们叫菜花 我们叫花菜 这个人叫花菜 我们叫花椰菜 这个我们叫包米 我们叫玉米 我们叫榛子米 珍珠米 哦 珍珠米 我说什么了 什么是珍珠玉米 这个我们叫豆角 来 我们叫赏钢的 豆角 四季豆 我们叫四季豆 我们叫长江豆 豆角 我们叫豆角 豆角 哦 豆角 哦 豆角 鱼豆 我们再看一看 这个呢 这个叫长江豆 我们叫什么 江豆 我们叫做豆裤子 打起来了以后 这个我们叫扁豆 我们叫荷兰豆 我们叫碗豆 走开扁豆 湖南叫什么 扁豆 好 下一个 这个我们叫蒜苗 我们叫蒜苔 所有苗子擦拿着 上海叫蒜苗 西红柿 我们叫番茄 我们叫番茄 我们叫tomato 它们叫番茄炒蛋 它们叫番茄炒蛋 这个呢 接下来 土豆 我们叫土豆 我们叫potato 我们叫potato 小来 蒜苑叫tomato 我们叫养西鱼 我们叫羊山鱼 我们叫马铃薯 这个呢 这个山药 山药 我们叫淮山 淮山啊 淮山 这个我们叫地瓜 烤地瓜 红薯 红薯吗 烤地瓜 烤地瓜 我们叫地瓜 我们叫红薯 这个好像我们叫养西鱼 刚刚那个好像不叫养西鱼 叫tomato 什么叫番茄 名单话叫韩吉 韩吉 我们叫kukuma kukuma 我们还好渔戏 南方人 北方人 没有办法一起吃饭吧 对 那区别特别大 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位 好 来自吉林延边的小林 哇 跳得好漂亮啊 你刚才最后介绍的就是我 韩文 韩文 对 应该是 你是显族吗 朝鲜 朝鲜族的啊 你现在是学什么专业 舞蹈专业的 舞蹈表演 朝鲜族应该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 对 舞蹈专专业好不好 让我们看一下 好 可以 舞蹈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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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 舞蹈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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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 對 哇 煞你 真的好 真的太煞了 真的好 我去不去 我去不去不去 我去不去不去 親家啊 你覺得這樣挺痛的 對 等會兒憋死我了 嘗一下嘗一下 最後那句話一下就把那個東北女孩 哎媽 憋死 等 等 跟她 憋死我 憋死我 一口氣 我就覺得她那個跳舞的時候 那個動作的那種 瞬間停下來的那一下 對 她就不像我們手就出去了 她就定在那兒 風哥來個 你那是孟族 你教我們這個 不要你特別想學嗎 來來來來 結婚什麼的那種場所都會跳一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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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哎呦她脫了 她脫了 哎呀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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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媽呀你這幹啥呢 哎媽那個裙子 那給她裙子了 哎媽一說你說東北女 哎媽給福利給太多了哎呀媽 你開著腿下你讓人再縮啊 不要很自然再站了就可以 然後蹲起 然後呼吸是丹田起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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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参 鹿绒 乌拉草 乌拉草是什么草 那个草是可以放在鞋子里 垫在鞋底下 特别特别的暖 乌拉草 东北还有一个东北大米 哎呀 香啊 香 又香 又糯 在宋朝 宋朝有一首歌 就是这样子歌颂这个大米 我爱你 爱着你 好想老鼠挨打你 宋朝 小花 你们那个时候 从东北来到上海的时候 会不会是吃不惯南方的米 还可以稍微有一点干吧 水分不足 就是不像我们东北的那个大米 那么饱满一颗一颗的 今天我们就带来了 东北的两个代表性的特产 五肠大米和东北三宝 好 有人盗用我们的米 有人冒充我们的米 但即便他模仿的在相 那终究不是真正的五肠 我叫道花香大米 大家好 我们是银龙江城五肠市的 道花香大米 种植大户 我叫张大斌 我是张大斌的父亲 我叫大大斌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超卖山脚下 府松县 我是人城种植大王 百连府 我是踩身大王张存盈 府松 府松 江府放松 欢迎大家到府松来 轻轻喂 洗洗肺 一斤人参酒也不醉 欢迎欢迎你 这得有多少斤呢 题目是第二 韩哥你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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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米啊韩哥 好沉啊 这么一来你就比我矮了一公分 乱讲 你们为什么叫做铁人二呢 我小名就叫二 完了 再能干点活 一般就叫我 写人小二 哎 有人 大哥 咱东北人起名字 是不是都喜欢起点小名 什么狗事啊 铁蛋啊 拴柱啊 对对对 石头啊 石头啊 人家都俩字的 你干嘛就起个二呢 起个二呢 也是昨天给我起 他也没有起好 我起三就好了 是啊 韩哥你记得我们东北名字吗 我好像叫屎蛋 你给你孩子起的小名叫啥 我起他叫笼笼 像笼一样 笼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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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以为小笼笼呢 你们都有小名吗 小笼笼就是我的小名 小名 我叫大花 现在好多人还管我叫大花呢 还叫大花呢 你然后后来我妈不让我叫了 就说你越叫他越能花钱 大法大法的花钱 大法大法大花 大花 菲姐你有小名吗 小肥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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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特别想问一下大大饼 五肠大米为什么被称为全中国最好的大米 那么 不对 你说话之间要 咱们 咱们 咱们五肠大米 得货真价实的五肠大米 存大花香大米 就带来了吗 带来了 你就给我闻一下呗 闻一下 给大米 整上 这个是我给五肠拿的大花香大米 你们闻一闻 全是大花香味 闻闻 香味 好香啊 你们 大花香说热了香 咱们大花香凉了它也是香的 小了 不好使 来 观众可以晒了闻闻 我拿这个五肠大花香 真正的大花香 香不香 香不香 带回去带回去 带回去 拿一点再闷点 这是糙米 这是糙米 这是稻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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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的青 这种有营养的 拿稻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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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吗 这个稻米 就是去壳的 跟咱家啥什么 一点不差 这个营养高 在台湾的老人家养生 都吃糙米饭 因为糙米饭的纤维 进肠子的时候 可以刚好清掉 一些素变什么的 咱家现在多少亩米 600多亩 600多亩 一年大概能收多少斤粮食 因为仅仅是这个 十年九予这个大丰收 将军说仅仅能出到 1500到1600这样 百文不如一见 对啊 百说不如一尝 不如一尝 五尝大米 我们起码要派 五个人来尝一尝 对嘛 五人来尝一尝 花儿来一个 你是饿了吧 非尔要不要来尝一下 你说这个大米要是配上那个 真好 毛丝红烧肉 好香 我们也请几个观众朋友 来 哪个 你要哪个哪个哪个 是所有 自己盛自己盛 自己盛 这个不用吃菜啊 哇 那个小朋友 你来尝一尝吧 很香吧 而且很甜 越嚼越香 姑娘你是哪里人 小朋友来了 快 超美的 哇 好不好吃 哇 好吃吗 宝贝 大口 多吃一点 哎呀 这家 以后到沈阳飞姐造你啊 很香啊 飞姐造你啊 感觉怎么样吃了以后 闻着就很香 吃着真是太爽了 真的 刚才那个燕子 酸太拿了 呗 你的真是特别会吃啊 但是这么好吃的大米 我们上哪儿买啊 因为咱们这个五常 耕地比较少 好香 好香 市面上这个呢 可能真的就是不多 或者是纯的就是不多 咱们超市卖这个金白米 他是说把大米这个抛光 色选 打辣 各种 打辣 咱家会不会做那些 咱们还有 不包裹咱也不特选 知道这个 就是原汁原味 如果有条件的话 来五常到家里来 咱们炖一锅大蒜菜 整两碗 稻花香大米 有很多农民也在做这个 某宝的这个资产自销 把法还给我们啊 我们通常就是说 把这个价值的这个照片 会放在上面 百分之百 纯稻花香 一粒不餐 大兵全家 我们也给他做广告 这些兄弟特别喜欢 帮他代言 我排第一好不好 好 来 三 二 一 他家大米 一粒不餐 甲 你就是甲 什么甲 我们就是甲 我们正反了 正反了吧 现在是甲不餐 一粒大米他家 也一样啊 大兵啊 家里跟你说喜欢了吗 但是还没有 你想找个啥样的 个头 你最低标准是多高 最低标准 最低标准 什么叫最低标准 你还打了这样的手 对啊 那是咱家姑娘 说 一米六以上就可以了 东北姑娘在家都 可劲做家务吗 对 等她当了媳妇了 那肯定就得做家务了 如果是东北媳妇 可家不做事 大老爷们会消她吗 那肯定就是说 那肯定 那会存在这种情况 那肯定 听你也不能老瘦 你 不是 大哥你干啥 不是 听你也不能老瘦了 娘们人 是啊 那不是东北有句话 是这样说的吗 媳妇三天不打 就上房接瓦 现在不能说了 一笼萝卫一笼菜 谁这老婆谁不爱呀 老打啥呀 哎呀 哎呦 一笼萝卫一笼菜 谁打老婆谁不爱 老打打干啥呢 家里的媳妇要是她不顺心了 会打老公吧 有的时候也挠啊 挠就跑啊 也挠啊 您被他嫂子挠过吧 怎么挠啊 挠过 就大咔咔 就像范尾似的 抓呗 抓 咔咔就是他 真的 你这雕哥是怎么的 就挠你 你就跑 跑 上树 树上过去 我墙都没爬过去 树没上得了 墙都没爬过去 就被抓过来挠了 老大 在东北啊 就是老爷们不给老娘们花钱 就算假暴 您挣的钱都给少是吗 现在吧 不是说像以前了 现在就是 女人男人地位都是一样的 就是 就是钱 谁有挣事谁用 是不是 你说这话特别没底气 是不是 对 再次掌声谢谢两位 祝你们的生意越来越好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 人生大王张存彬和村之书 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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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到底有多大呢 七两为生 八两为宝 八两为宝 九两呢 九两 稀奇的啦 今天他们远道而来 特地带来了大个儿的人生 文艺文 精神气术 哇塞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人工栽培的原生 哦 这个是文夏神 这个有三两左右 对 这里面是什么呀 野山神 这是 野山神 野的就是在野外采的 对 还用宝盒装起来 哇 大量的 挖得好整齿 而且每一根须都必须得保护的 对 你看 很难得啊 对 因为他百年老三生 这百年老三生 对 闻一闻精神抖操 像这么大一颗身 他大概要什么价钱呢 价值呢在六十块钱 这给五六十万 再看一下 再闻一下 再闻一下 要不要闻十块钱呢 听说好像还有人生歌呢 是吗 生香是我家 那根细细的红先生 算出多少人生亡 那眉尖尖的路圈 描出多少风俗黄 生香是咱家 以浓为生香是咱家 比非人潇洒 生香是咱家 生香是咱家 生生都脸汤 生香是咱家 你看喝了人生汤之后 嗓子都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我们特别想问一下 老靶头是什么意思呀 靶头 什么意思 老靶头吧 就是上山放山的一个头 就老靶头带队上去找野山生 对 叫放山 你上山放的时候呢 你有一个人主持 就和人们主持人主持我们一样 对 那个人叫老靶头 发现了人生叫什么呢 发现了人生要喊山 人生呢我们也跟人是一样的 来 我这边是靶头 那边是编棍 这么排起来 排棍一字排开 好编棍 发现了人生就要喊棒锤 为什么 喊了棒锤以后 棒锤就不会跑了 不会跑 人生会跑的 真的啊 假如说我是人生 嗯 然后你看到我 你不是叫棒锤 你叫的是人生的话 那到处找啊 找我的人生 哎呦 我的人生怎么这么黑暗 找到 人生 跑了 我喊棒锤 你们就接什么货 我说六皮叶 你们就说快当快当 是吉利的意思 吉利的意思 好 咱们就开始寻找人生 寻找人生 帮锤 什么货 六皮叶 快打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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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发现了人生就可以采集人生 我听说人生上面还要刷一根小红绳 这个是帮存锁 把这个人生呢锁住 其实我要告诉大家 钻地吧 这是一个风俗 就是你如果发现了人生的时候呢 你就在这个人上面绑一根小红绳 每个人绑红绳的方式打的结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我看到的人生卖了钱以后都是平均分搭 真的 很厉害 这种传统习俗 家乡在哪 对我们咱 吉林辅松 吉林辅松 什么时候上山 七月份 全国的观众朋友一起去啊 七月份的时候请大家一起到他们老家 吉林辅松 咱们就在山底下蹲着 只要听到山上有人说棒吹 咱们就说 不用 就是走路的时候就嘴别停 什么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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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还能今天动力 对 什么货 六品叶 快档快档 你能借到这个快档也是一样会分钱的 一样分钱 我的天 快档快档 中国古代呢 人生是一种续命之草 百草王 五次的时候 是这样做汤喝 还是直接这样咬 那是甘蔗 比方说 在这个老人快要病危 快要嗜嗜的时候 一盒子的汤 儿子在很远的路上不能回来 就给他煎一碗独身汤 就能延续生命 这是什么 人生蜜 哇 这是我刚刚喝的 来 几位姑娘 来尝尝人生蜜 你看东北姑娘 端着个杯子 走一个 这个花姐你带回去吧 小花 给我们班的学生们喝 他们最近也辛苦了 小孩子吃了以后 小孩子不行啊 有可能一下子糊涂就长出来了 小孩子不吃了 没事 这是新鲜的人生 新鲜的人生 少吃藏匙 带会给你们班的啊 谢谢 特别是你的男神 我带我们班的学生 谢谢你们 谢谢 哇 你都能认出来吗 这是黑木耳 木耳 红身 红身 白森 天麻 相奏 花姐这人人相奏 带回去给孩子们洗澡嘛 边洗边吃 花姐你站这别动啊 花姐这人生咖啡 人生糖 爱吃糖 这个孩子 孩子喜欢吃糖 但是不能吃太多 我一定会讲主要 你给送给多佳钱什么的 我不用 对不对 对 我不用 他们都给我准备了 也不在节目当中送 多不好意思拿啊 不是啊 我们来的时候 我们合计了 我们把三镇 特别多带了一些 当然在这里啊 我们也要借花献符 送一些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让我扔哪个呢 你喜欢扔东西是吧 那个我扔 花姐你扔一下 一二 一二 那现在咱们一年大概能产多少身 我从十六岁开始重身 您今年 不能说岁数 那啥呢 保密 哎呀喝 女孩保密 您怎么也保密啊 吃吃吃的 岁数你们可以猜 你猜的大概多大花姐 十七嘛 三十 我都四十了 对啊 他有两个 四十五 五十 还差点 十五 五十五 今年五十三周岁 哇 看不出来 这是我的老父亲 嗯 喝人生酒 他活到八十六岁 我的老母亲现在八十多岁了 上山捡河头 捡了五百多斤河头 现在在家醉的 有兴趣的 到我们府上来 到我家帮我妈 捡的山野菜 和河头送给你们 还能在山底下去应山 对 对 棒锤 什么祸什么祸 六品叶 六品叶 快挡快挡 快挡快挡快挡 快挡快挡 再交一下 再交一下 棒锤 你等会儿 六品叶 快挡快挡 等着分钱 今天特别高兴 今天特别高兴 光喊几嗓子就能够分钱 我们也非常感谢四位农民朋友 他们都是通过自己的双手 在勤劳致富 我们希望他们的日子 能够像他们的大米一样 永远飘香 像他们的人生一样 生命力旺盛 这是我们对他们最好的一个祝愿 如果到你们东北去吃东西 你觉得最应该吃什么 锅包肉 锅包肉不杀 对 饺子 东北饺子王 而且你知道什么馅最好吃不 三鲜的 三鲜的 飞姐 飞姐你会推荐什么 东北的四角菜 因为 刚才介绍的大帅斧 大帅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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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修良他特别喜欢吃 所以一定要尝一下 大花你推荐什么 吉林四平的那个 叫李莲棍熏肉大饼 熏肉大饼 厉害了 接下来就是让你们大快朵饼的时候到了 我们有请 东北的美食代表 有请 李莲棍大饼 它的特点是 香 贼香 贼辣香 我是来自吉林四平的李莲棍熏肉大饼 第四代技术传承人 叫成年 四角菜 青岛东北张少帅 宝花园 明阳关东上百年 我是辽菜代表 冯鸿雨 关东四角菜 刘潮 我最强 我最强 大家好 我们是东方角度王精英团队 一头在手 天下我有 大家好 我是东方角度王面点精英李盛 大家好 我是东方角度王足物精英许娜 你笑得有我甜吗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东方角度王菜品精英江飞 我就是东北人 恩娜杂地 我就是正名气 恩娜杂地 我爱着黑土地 恩娜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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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有轻功分云组 来 上菜 哎呦 我怕了就想吃 哎 这是锅包肉吗 啊 对 你的最爱 这就是传说中的锅包肉 我从小吃到大 好 来从这儿开始介绍一下 好好介绍一下锅包肉 东北地道的锅包肉 你瞧这几个要饭呢 为啥叫做锅包肉 这是东北的一个特色 在豹的方面呢 就是这个豹跟别的豹不一样 所以叫锅包肉 这俩是什么 我用四个字说一下可以吗 说 骨 金 东 外 大骨头 二十年的 这节目太难做了 二十年的老汤 酱汁的 还有金 就是个大辣皮 这是女士比较喜欢吃的 什么什么 辣皮 东北大辣皮 凉菜 还有一个东 东就是东北的特色 什么 小鸡炖蘑菇 外就是这红肠 1898年 哈尔比红肠 你怎么没吃的 知道 从东北的立陶宛传过来 在咱们哈尔滨发扬光大 饺子是分别什么馅儿的 都是玉米 颜色非常好 灰香 灰香猪肉 这个呢 这是我们的三鲜猪肉 三鲜 还有这个呢 这是白菜猪肉 这个是我们获得了中华名小吃的 黄瓜鲜虾馅水饺 黄瓜 别着急 郭包肉 黄瓜姐 开吃 黄瓜姐 郭包肉 整 你是让我给你家 还是让我自己吃 你自己来 郭包肉 入口 外焦里那 你看这几个要饭的 回味无情 赏你吧 下一位 怎么样 怎么样 这酸爽 郭包肉怎么样 哇 当然可以了 哇 好吃哦 菲菲姐你是想吃什么的 你跟我说 这个 酱鸡骨 酱鸡骨啊 我先尝一口 用东方饺子吗 二年的老汤酱汁 这卖得特别好 这个要大口大口 姑娘爽翻 这怎么说 韩语怎么说 这个是 麻烧 麻烧 花姐呢 花姐上哪去了 对 你们先吃 剩下我就打包都拿走了 没了就 你还不赶快上筷子 这节目没法做了 做到这 姑娘 姑娘 您拿 姑娘您拿个纸 都上手了 这东北妞 好嘛 这个好 这个 花姐 葱花鸣小吃 黄瓜鲜香 咱们不能是这样 亏待观众吗 对不对 多好啊 像我这样的 自己一口没落着 老想着观众 姑娘们 端一下就给观众们尝尝吧 端端肉别给端啊 太坏了啊 不得了的韩哥 我从来没吃过 这么好吃的饺子 说一下咱们一天 最多能包多少个饺子 你们那儿 一个人大约每天能包 2500多个饺子 辛苦啊 2500个饺子呀 不辛苦 我们愿意为顾客服务 包一个饺子给我们瞅瞅 第一步 我们先油劲儿 油劲儿 把劲儿扔成饼 我可以使一下吗 来 盛哥你来一个 我坐一遍啊 123456 好 现在包 那个花姐还有飞姐啊 你们几个留点肚子啊 这里还有那个大饼子呢 留着呢 放心吧 我们饺子是站立的 无论是生的还是熟的 它都是站立起来的 它是一个圆宝型 遇着招财劲宝 漂亮 真的不容易 这是功夫啊 当然啊 小五也包了一个 也不错 也不错 你吃了一圈回来 说这一句话是吧 表示自己一直在主持 对不对 哇 这真功夫啊 这是刚才谁推荐的饼啊 这是他 介绍一下 年贵熏肉大饼吧 始创是1908年 至今已经106年的历史了 咱这个肉呢 如果常吃的时候 具有什么功效呢 就是暖脾胃 壮肾羊 消食 杀虫等药用功效的 杀虫 我们能不能够搞一个机器啊 专门去拍花节 好不好 你实拍了 已经吃了10块锅包肉了 我这是李莱贵熏肉 给您加上了 传统的东北吃法 就加上葱丝 加上点面酱 来 光姐 您尝一尝 拿着吃的手拿着 韩哥刚刚说老锅是说 都不能熄火是吧 不熄火 二几十年不熄火的 咱在杭州的时候呢 就是挤爆人了 找来警察 回去治安 限量 一人最多不能超过两张饼 来 排队 人来鱼了 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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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饼在做的时候 外皮是酥脆的 里面是软的 里面是软的 然后里面 你别一出锅包肉了 尝这些大饼 对对对 少来点 少来点 少来点葱 好 来点葱 回家还给孩子们上课呢 多来点肉 来点肉 来 花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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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一尝一尝 尝一尝一尝 尝一尝尝一尝 来 拿个机器 端面偷拍它 我们自己包几个 给观众尝尝 他躲在哪儿 我们拍在哪儿 太坏了 一锅那个锅包肉 全被他一个人吃了 多包几个给观众 多包几个给观众 好 多包几个给观众 这话多么简单的事 你们都听不明白吗 多包几个给观众嘛 所以韩哥你看 每十字让人家疯狂啊 特别好吃 来 谁吃 都有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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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分着来行吗 好 一人来几口 好 太棒了 来了 厉害了 四绝了 我刚才第一个 吃了一个 我是多么的明智啊 你去介绍这个 这个好这个 把这个饼的 就是说在烙着过程中啊 四绝菜 哪四绝 溜干尖 溜腰花 溜黄菜 煎丸子 他为什么叫做四绝 四绝是当年少帅张学朗 张学良品尝后 当年少帅张学朗 张学郎 张学学 得名的 吃完以后一拍案 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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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哥 你替我们尝一下猪肝吧 很嫩 四绝菜就是以嫩为猪肠 不错 你是四绝菜的第几段传人 我是第四代传人 你加一点给观众们吧 东北人特别会喝酒啊 酒量都好 而且都特别能劝酒 我们来问一下娜娜 你看我这个忙活的 咱们东北人是不是特别会劝酒 是啊 你劝袁哥喝杯酒吧 他是北方人 你也得拿一杯对不对 对 人家姑娘敬酒有方法的 她杯子怎么那么小呢 那当然了 咱俩换一下吗 不用不用不用 你说我也是爷们 你是吗 是的 开玩笑 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今天我给媛哥敬杯酒 学一下 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今儿给媛哥敬杯酒 把这点 棒锤 什么话 什么话 完了 拉不到钱了 什么话 媛哥不喝嫌我丑 第二句 媛哥不喝嫌我丑 我丑吗 谁说丑了 谁呀 吃了人家的饺子 吃了人家的饼 还说人丑 对 太过分了你们 我自信 我自强 我的微笑是最甜的 我当了 媛哥随意 帅 帅 圆哥你回敬回去 要回敬一杯 一样四句 激动的手 颤抖的心 喝完这杯 喝一斤 来 那还有啊 你要不喝嫌我丑 大家说我丑吗 丑 比什么祸还大声啊 对 说丑的都分钱啊 今天 等着我送你们家去 好 去哪里就好 哇 好啊 感谢这些朋友 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美食 谢谢 其实东北呢 是我们国家 非常重要的重工业基地 其中长春一气就是杰出的代表 是 我们台的著名节目主持人 村长就是一气的子弟 是 所以他一说起一气 他是无比的骄傲 欢迎收看由特部冠名播出的 天天向上之 村长去哪儿 村长和村花的第一次旅行 来到了东北工业基地长春 这座钢铁铸造的汽车城 会因为村长的到来 发生什么样好玩的事情啊 我们现在就是在东北的重工业基地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在我的左边呢 就是毛泽东主席亲笔提词的 电机机列石 从那时候开始呢 一大片荒地上 一个现代的汽车工业生产基地拔地而起 瑞哥你怎么对这儿这么熟呢 哎呀我当然熟了 我的姐姐姐夫啊 我爸我妈 包括我的舅舅舅妈呀 叔叔婶婶的姨父 还有表弟表妹啊 就包括我自己都在这儿工作过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生产的第一台小轿车 它的名字叫做东风 它的这个标识就是一条非常漂亮的小金龙 这个就是毛泽东主席乘坐的第一辆红旗轿车 这就可以看得到当时我们制造汽车的 最高的工艺的漆面水准 用的是什么漆 这个就是邓小平同志在1984年 天安门广场上乘坐的检阅车 哇觉得这个楼械非常棒啊 瑞哥这个车好可爱呀 这个就是咱们中国人生产出来的第一代卡车 叫做CA15提汽车啊 这是我们生产的第二代卡车叫做CA141 当年你瑞叔我就曾经在这个生产线那边工作过 那你现在怎么当组织人了 当年你瑞叔直接把零件焊在流水线上了 当时那厂长还夸我 瑞瑞啊您是咱们一起建厂以来啊 同一个把这个玩意儿焊在流水线上了 所以你被开除了是吗 作为东北工业基地的一分子 六十年前的开拓者们 铸就了中国汽车工业一甲子的灰火 而今这里的钢铁生产线更科技 更趋励 更成长 更青春 洋溢着东北人的热情 果敢 想最好的未来 出发 在我们渔气逛了一边了 感觉怎么样 太棒了 我以后真想找一个渔气的男朋友 有眼光 像哥从这儿走了这么多年 我发现很多东西变了 比如说新的生产线 新的厂房 但也有很多东西没变 那就是人情味 还有我们一气人永远拼搏的这种精神 所以我们希望一气越来越好 也希望东北众工业基地越来越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来自参与制造红旗轿车 包括解放卡车的一气的老工人们上场 有请 没没关关的地呀 没没园管了田 没没关关的青沙仗 没味管管的米粮川 没美关关的国国桥啊 叫的那么甜 那美美观观的花 鲜有美观不配过 美观啊美观 真真美观 美观啊美观 真真美观 美美观观的铃啊 美美观观的铲啊 美美观观的白羊绿 美美观观的葵花仙啊 美美观观的牛羊装啊 滴溜溜滴缘啊 美美观观的好少年 你说美观不配过 美观啊美观 真真美观 美观啊美观 真真美观 谢谢 谢谢 刚才在看这个环节的时候 我们花姐 跟我说了一段话 这就是东北的老头老太太 哎呦 刚才那个蝴蝶叔叔 我一上来的时候好抚媚啊 叔叔也懂 特别有喜感 小叔叔您今年 53岁 那大姐您呢 59岁 呦 大姐看上去 比大哥还那个少兴一些 几位参加工作多长时间了 到咱那个仪器 30来年了 大姐您呢 我参加是79年 20年退休 参加了咱们的央队 赵大姐 您直接说 吹一吹就进了 我叫赵慧兰 今年56岁 我是1980年8月份参加工作的 在汽车厂那个四环生产科库房 我叫杨桂枝 我参加工作已经32年了 在仪器专用车厂工作 罗哥 今年68岁 哎呦 我64年参加工作 2007年退休 50年 64年 厉害了 副大姐 我叫傅秋英 现年76岁 我1956年上班 56年 我是七十少第一批工人 我的工种是开天车的 天车你知道是啥吗 就是吊车 吊车分为塔吊和龙门吊 天车是横着来的 对对 第一台解放牌就是我 用那个吊车吊上火车瓶 哇 太棒了 我是那个总厂的 建设三十周年的工程 退休以后我自己搞事件 找我有工事 你现在还有工事职呢 我就是老板 哎呦 老板自个儿做老板 我们这人特别不那个什么 我们看见老板就想清金 您这公司做啥子 您这公司干啥呢 我这开始是发生站 以后就是滑展实业有限公司 以后就是巨大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大姐她也开公司了 她是资金有限公司 我家 大姐大姐我们跟您说 你们都美人 我96年就是参加洋歌队 洋歌队以后我是洋歌队长 办公司当老总到洋歌队当队长 太厉害了 有秧歌有个要领 说男的斗女的浪 对 浪是啥意思呢 浪就是美 比如说我们夸他们就是贼俩浪 贼俩浪 贼俩浪 能这么说吗小话 可以浪就是得瑟 就是我这东北秧歌吧 有上千年的190史 就是呢 它有独特的风格 那咱学一个 教一个斗 找人 找人 找一个斗呢 这表情好讨厌啊 郑哥你得戴上那小帽 你才胜啊 现在吧我已经退休了 再说两句啊 再说完呢 董事长要说两句 我在这里啊 我感谢我一切的领导 谢谢 来 我们来学一个斗 交一个 交一个辣 赵姐 帮我起头枪 我们这期节目 干脆就以这么热闹 这么火辣的 叔叔阿姨们带来的 这个东北秧歌人来结尾 我们所有的东北人 都扭起来好不好 好 来啦 呦 花儿姐不错 哎 哎 参与中国美与地理话题讨论 向特朴天天向上推荐 你家乡有多美 第十三赞去哪儿 就听你们的 感谢世界最保持的手机 E-LIFE S5.1 对特朴天天向上打 大力之口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这期的特朴天天三下 拜拜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